在四川,有位王大爷,老伴早过世了, 他带人和蔼可亲,儿子儿媳勤劳善良,七岁的小孙子乖巧可爱。 天有不测风云,王大爷得了一种怪病,一下雨,两腿就痛得走不成路,全身发痒,他整天挠啊挠,太痛苦了。 吃遍了药物都不见好,王大爷很伤心,埋怨自己给孩子们添麻烦,连孙子也直抹眼泪,找个啥办法能让爷爷的病好呢? 一天,在外地上学的外甥女回来告诉他,舅舅,您就练法轮功吧,法轮功可神奇了,您要按真善忍做,练好功,不用吃药,病就好了。 王大爷练起了法轮功,身体还真的全好了,他非常感激师父,发誓做个好人,更好的人。 他花了一年时间,把村里一下雨就泥泞难走的路铺成了一条石板路,全村人都非常感激他。 王大爷练功后,仿佛年轻了十岁,以前干不动的活都能干了,经常帮村里的五宝户担水拾柴,还时常给孩子们讲故事。 王大爷的故事可有趣了,总是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。 可是,1999年7月22日,电视上突然铺天盖地说法轮功坏话,歪曲事实给大法造谣,镇政府也来人,不许王大爷再练法轮功。 王大爷伤心地睡不着觉,吃不下饭,整天愁眉苦脸的。 这么好的功法被这么污蔑,谣言得欺骗毒害多少人呢? 王大爷想去北京,为大法为师父说句良心话,请政府主持公道,可是没钱,再说,火车汽车上又有警察盘查,去为法轮功伸冤的都抓啊。 那就走路去,王大爷准备了好几双鞋,沿着铁路出发了,一路风餐露宿,要饭吃,以惊人的毅力走向北京。 走了两个月,终于到了北京,大爷沿路不断听说公安在北京信访办抓人,不准为法轮功说话,他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到了天安门。 没想到,这里也再不分青红皂白地抓法轮功学员。 看着不断有法轮功学员被抓,真是没处讲理,王大爷坐下来练功,做无声的抗议。 刚坐好,不远处一个警察,马上就冲了过来,喊着,这还有一个。 先别抓我。 王大爷挣脱开警察,大声说道,让我把话说完。 警察一震,只见大爷从包里取出很多破烂但干净的鞋,一双一双地摆在地上,共摆了九双。 孩子,我从四川走了两个月,穿破了九双鞋来到北京,就是为了告诉你们,告诉政府,法轮大法好,法轮大法是正法,政府错了。 由衷的震撼,那一瞬间,年轻的警察忘记了自己的任务,完全被大爷的真诚和慈悲所融化。 瞅瞅大爷,又瞅瞅地上这穿破了又洗净了的九双鞋,警察的眼睛湿润了。 片刻,警察缓过神来,扭头忍住眼泪,摆手说,我知道了,我告诉他们,你赶紧回去吧。 说完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就这样,王大爷没被抓走,也了却心愿,回了家。 知道大爷回来了,家人和乡亲们特别高兴,大爷还像以前一样善待他人做好事,不时地告诉人们电视上讲的是假话。 他常说,我练法轮功,以前的病都好了,这是活见症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